我們看機測97之二單選6這一題 那現在這裡有一個長方形 那它分成怎樣呢 分成4塊一樣大的 那這邊我們知道 v1這每個長度都是4 這也是4 這是4 這是4 那ab的長度是8 那我現在想要找一個h 是這什麼 到h的距離是3 到g的距離是那個6 所以我們其實到1的距離是3 其實你要把這個東西轉成就是一個圓 你這裡可以畫一個圓 那接著呢到g的距離是6 所以這是畫一個半徑為6公分的圓 所以到半徑為6公分的圓 當時呢 這樣子我們畫出來之後 我們就知道 它要在這兩個圓上 所以這個點就會在這裡 也就是在1裡面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看到這個距離 你要把它想成 利用圓的方式來解題 就可以得到這題的答案 是這個選項v